欢迎收看又一期的欧文带你看布里斯比地产 今天我们又非常开心地回到了华人区的龙口位置 Robinson介绍这一途房产 13号Harahan Street 首先介绍房子之前呢 我想介绍这样一个小的Pokel 这个Robinson的每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小社区 它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这套房子所处的这样一个小区的微观的环境 是非常优美的 因为它当时开发商 二三十年前在这边开发的时候 它是一个高级小区的这样一种标准来开发 所以你看它邻里之间它的因为面都很宽 所以邻里之间它的布局就非常从容 它不会说非常的拥挤 而且这边它因为一般是一个无尾巷 所以这边你车开过去的话 其实是没有出口的 这样的话就大大减少了这边过往的这种车辆 让这边这个小小的社区非常的宁静 所以买房子不光是买这个房子本身 环境也非常的重要 好了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房子的前院 这房子的前院非常的充足 也很平坦 土地的利用率非常的好 当时在造这个房子的时候 屋主把房子放在比较居中 整个土地的当中 所以既保证了充足的前院 又保证了非常优美非常漂亮的后院 那房子在当时建成的时候呢 因为它的地比较大 它的面也比较宽 所以它是一个宽界面的设计 两个车库再加上这个外面的外立面 显得非常的漂亮 是用的这种非常古典这种颜色这种砖 显得非常的坚固房子 好了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房子的内部 这个房子的主人 他们是一对年轻夫妇 带两个小孩 本身的职业都是医生 所以他们在买了这个房子 差不多十年以前 就把它做了全新的一个装修 装修的风格我本人非常喜欢 是属于那种比较素雅 比较清新这种感觉 OK 房子一共是五个房间 三套位于两个车库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边 往这边走的话是一个客房 那下面有客房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有客人过来 或者你家里有老人的话 他们不方便上下的话 那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居住空间 再往这边走 房子的左侧 是一个非常open plan 开放式的这种设计 它这边是一个family area 这边是一个formal dining 我们正式的客厅 然后我要重点介绍的 就是这个厨房 这个厨房的话 是屋主花了很多时间跟精力 还有金钱来设计出来的 厨房本身非常宽阔 非常大 而且它的储物空间非常的多 用的材料也是非常好的上层的材料 下面的这个整个open plan 就是说整个开放式的空间 因为它是这种比较高的教堂顶 所以显得整个空间不压抑 给人感觉非常的好 再往这边走 就是一个正式会客厅加正式餐厅的这样一个setup 它的顶也是非常高 要达到两米七 而且整个房子配备有中央空调 好了 现在我们到了楼上的空间 楼上它首先是有这样一个小的厅 这个厅是连接一家人在楼上的这样一个枢纽地带 一共是有四个房间两套为宇 我们先看一下主人套房 首先主人套房的朝向非常的好 它是属于朝东北方向 所以早上的阳光会非常的漂亮 主人套房而且它的size也非常好 我们所看到的在我眼前是一张king size 就是非常这边尺寸最大的床 旁边还有一个小的一个休息区 所以它的尺寸是非常的好的 再带大家看一下 它这边全新装修的一套卫浴 颜色跟用材都是我本人非常欣赏的简约风格 好了 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房产的后院的空间 我刚刚在开头就说 因为它的地比较大 877平方米 房子坐落于整个地块当中 所以后院的空间非常的充足 而且这边的房子之间的距离 隔得非常的远 所以你的邻居不会直接看到你的后院 保持了非常好的隐私 所以这边朝向也非常的好 整个一天为非常漂亮的阳光 撒在你的后院 加上你的大的游泳池 再加上非常有情调的这种给小孩准备的copy house 一家人其乐融融在这边生活的状态 尽显无遗 那在节目结束的之前 我想说一想 这个Robertson的这样一个区 以我常年在这边卖房子的经验而谈 这边它在规划 早期规划的时候 就是比较富裕的这种规划 所以Robertson是您安家置业 我认为最好的首选的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套房产 会在每个礼拜六的11点半到12点 下午的1点到1点半 准时现场open house 这套房子会在8月21号 下午的1点半准时现场拍卖 我们Palestinibank是昆州 最专业的地产经纪人团队 如果您正在考虑买卖房产的话 请与我们取得联系 或者加我的微信 我们下一期再见